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身边坐了要塞证券市务总监国施治 郭Sir在为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 快点打你204-6566 郭Sir 你好 是 你好 我们听听电话旁边的家庭观众问什么 你好 是不是我 是的 新闻什么固分 我问1919 三个九人子已经有货 这次会不会到家庭 或者指示位去哪里 还有一个323 就是两个三毛子入了 这次有没有机会到家庭 指示位要去哪里 或者是否要补货 明白 我们先看看中国原阳股价 暂时升了大约4%左右 去到3.077 郭Sir 见到今天这个航运股 或者这些码头相关的板块 都做得比较不错 但他买入的价格差一点 略为高的那些 郭Sir 现在去到3.077的位置 正在捱一毛多指价 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 当然捱上去 大家看看 虽然环球经济 增长势量还是比较慢 尤其是欧洲那边 但有一个因素 有利经济进一步向上走 就是油价 油价跌至80元一桶以下 单单油价下跌 这个因素 已经是有利航运股和航空股 这两个板块 最坏的时间既然捱过了 现在这一分钟 暂时就安心握住 你给的时间已经是这么多 现在走上来 你才输赢不大 你才脱落 有些情况就是 我自己的资金全部放进去 我没有现金在手 如果不是的话 一跌下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真的没办法 如果可以是等的话 我可以暂时等等 跌离一年的高位 四个一毫七 不是差太远 如果这一分钟再向上走 我觉得有机会试一试 四个一毫七这个位 如果你说 拿货小的 你就慈盈保态观望算数 无谓 真的 输的时候 就一直拿着在手 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不用怎么输了 走都走不迟 其实来说 用投资角度来说 应该由买了手货 不对板 输少少 或者输差不多 先离了场 保护自己 自保 到对势头 买了之后 一旦向上走 就升到某个高位 定低指站位 再继续向上走 用一个这样的策略 你就可以 是怎么样 就是 入市的时间 不对的 你都要输的 都要面对风险 不过输的幅度 不会太大 反过来 当升势 或者中期升浪 开始的时间 你可以利用 指站位这个机制 是 将自己手中的利润 逐步去放大 这点你要留意 另外 马降 其实来说 钢材的价格 已畸迷了几年 现在的量还是多 但是 我总是觉得 未来的基建 房建的启动 其实有利钢材的消耗 实际上来说 好像马降的股价 已经是漸漸在 买盘主路之下 走出最坏的一刻 2.3毛嵺应该是一年来的高位 暂时来说先等一等 去到2.3毛嵺也不是要立刻走 因为刚才的板块 如果去到那一刻才开始有投机性的买盘去支持的话 不排罪还要走多一层上去都不顶 如果过关机变因素暂时来说不行 因为刚才的价格仍然是低迷 量仍然是多 存货仍然是重 只是股价已经跌了这么多 市场有个冲击 未来的存量过多的情况 可以慢慢慢慢逐步有所改善 所以有利于马降的股价进步趋升 现在这一分钟是2.082.09 近日有个高位2.1 现在属于咬着高台不放 你两个三毛嵺买的 等等先啦 不用这么急着 陈先生可以考虑一下郭先生的意见 两只股份都拿着先 反正都不拿着那么久 都不拿着那个时间 郭先生觉得这两只股份 都有机会回到家乡 不但还有机会有钱赚 之后我们来听听 吴小姐电话 吴小姐你好 是 吴小姐到你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问 这个586 586 和235 235 我想问多只能不能 当然可以 你问这只 1199 是 是 我想问586 上网什么位置呢 我平均价 1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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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我想问现在在这个位置要 交货行不行 我平均 OK OK 逐只来好吗 在两分间都有货 没关系 他又要公储 我想问在这个位置 2.6% 他在16.5% 卖现在还差一点 額几千价 郭sir 是不是跟刚才那两只股份一样 海洛创业也有机会再上 等等先 因为10倍的市盈率估值不高 还有一样 我给图你看看 这一分钟的股价 轻轻碰到50天线 很关键 如果能够突破50天线 下一个目标 真的会扯上17元那头 或者以上 你看 跌穿50天线之后 虽然有点反弹 但过不了10天线 终于出现一个明显的中期调整 现在由低位走上来 正在逐步 改善 股价就曾经升了23.5% 比较投机性 后期跌到低位 15元已经累积跌幅30% 我觉得如果单单说中期调整 什么都够了 既然你现在买了 暂时来说 只要不是说 有迫切性的沽出 或者 资金仍然还可以 是冲动的话 我认为暂时诈诈线 如果一旦突破50天线 看一层上17元 或者17.5元 你想买的 那一刻再考虑 好吗 另外他都问这个 23.5中策集团 吴小姐你在这里吗 在这里 你几个钱买的 你平均价 我在两毛钱 两毛钱 也有货 我想说在这些位置 再混合 可不可以呢 好 明白 好我们先看看中策的股价走势 暂时现在在做 毫半指的微跌了一线 但见到近排 公司的动作多多 在8月尾时 曾经折扬18% 配股 集资了1亿2000万港元 但在两个月之后 刚刚23号 家庭观众刚才也提过 以二公一的比例 折扬六成去公股 又再集资 接近1亿8000万港元 郭Sir这家公司似乎近排 真的比较多动作 投机味可能浓一点 郭Sir你觉得他现在 较高的位置买了 大概两毛钱 应不应该公股 或是倒着你给他另一个策略呢 好难搞的 如果你问到我 我就认为止蝕离场 算数 你现在说的是 大幅折扬来公股 二公一是贪薄了 你拿着手货 我说清楚 拿着手货 你会收获取回来 如果你不公股 你卖了去的话 当然知道 输赢就计数是那一部分 你供了回来之后 八个仙就完全贪薄了 如果你拿着手货 你不供的话 或者手货 你又不卖的话 就更加有贪薄的效应 有时炒卖 两三毛钱的股份 输赢10%就要计数了 很多时候就真的没办法 一开出来已经不见那么多了 但你也要顾的 是吧 况且 技术上来说 现在这一分钟 没有太大的一个 上网的憧憬 大幅度折扬 二供一 日后那些货 八个仙的货 整地都是 我不知道 到底会 升还是跌 但我自己觉得 单单说这些 这么大幅度的 大折扬的股份 一般来说 升势 都是比较慢 我不知 你会不会日后 会不会 卖桌 或者 有其他注资 我不知道 只是说现在这一分钟 我认为 投放了资金 输那么多 就是输那么多 我不会再考虑 再订多些钱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另外他也有问题 第三个股份 就是这个 1199中原太平洋 中原太平洋 股价 暂时 跌到10.6 升了超过 2.3% 吴小姐 你关于这个 中原太平洋 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不是 我想问上网可以看多少 你本身要钱买的 刚刚10.6 放了一半 OK 上网可以去到什么位 好 明白 我不管你怎样都好 你先放一半 剩下一半再看 这个策略是对的 内地的政策 其实对出口的业务 或者出口整个板块 我觉得应该 是明年会 多些下放 因为不能单单靠固定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内部的需求 形态也开始放慢 所以 我自己认为 未来 在出口方面 政策方面应该 加大一点的力度 港口业务 应该可以走出最围那一刻 你问我暂时的上网目标 一年你的高位 11.92 好像高了一点 不如这样 看上11.92 技术上 现在这分钟 你沽了一半 剩下那半 应该没太大压力 或者你可以定下止赚位 再说一说 它的股价也轻轻 拉着50天线 一旦过了50天线 走回浸上去 11元左右 也不为过 我觉得 应该可以暂时等等 不需要那么急 由高台跌下来 所以累积的跌幅已经很深 但是技术上 由于这一两天的篡定 股价已经升上 十二十五十天线 甚至乎 碰着50天线 最重要是 成交金额能不能够配合 如果觉得到50天线 成交金额配合 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 11.22 作案水平 可以等低一点 好吗 总结一下郭sir的意见 这个586 你就可以先 看望目标 还有 至于这个二三五中刹集团 郭sir觉得 不如你先指示你长算 至于1199 郭sir觉得 起码都可以上网到 11.22 这个水平 我说这次时间 差不多了 郭sir刚才提过股分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 这次时间到这里 稍后我们回来 会继续看看其他股市焦点 稍后再见